开学了教育部友善校园州正式开跑 苗栗县是由县立大同高中带头来宣誓 主题包括有诈骗防治、反毒品、反霸凌 特别加强诈骗宣导 根据警政署统计 这网路诈骗是最容易上钩的 所以也呼吁同学们千万要小心查证 乐舞社电音社轮番表演 表现出高中生的青春火力 更展现出丰富校园生活 要映照友善校园 配合开学 教育部友善校园州正式开跑 我们去年会在国立任理高中 在任理高中 县立任理高中办校园友善宣誓 那隔了一年回到我们大同高中 我想这个宣誓代表我们苗栗县 所有的年轻人 就是你们是功逢其盛 在这个典礼里头说 你们是必然的种子 在大同高中里头 绝对是最优质的 而今年宣导主题特别加强诈骗防治 诈骗的样态多变 仅证书统计 在虚拟世界 网路诈骗最高 也最容易受骗上当 除此之外 正值青春期 同学们对于新事物充满着好奇心 而同才生活更需要多一些同底心 不霸凌别触碰毒品 因为各类的现在目前新兴毒品的 那个类型非常多 所以我们希望学址 透过这次的宣导活动 能够掌握现在新兴毒品 有哪些的类型 那如何去保护自己 那当然最后强调了说 校园霸凌防治 这个也是校园常常出现的一些 就是相处 同学相处之间的问题 那霸凌的防治部分 先也要让同学们掌握 现在霸凌的一个 就是定义跟那个类型 透过宣示 友善校园周在各校展开 要将反毒品 反霸凌防诈骗观念 升值到每一位的同学心中